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美俄會晤落幕後 以及中國盛大慶祝共產黨 成立100周年前夕 特別安排中俄領導人 舉行視頻會晤 雙方達成的多項共識 各州深意 以及對外傳遞的信息 不言自明 欣品表示 今天的中俄關係 成熟 穩定 堅固 經得起任何國際風雲變化的考驗 而俄羅斯總統虎晶 更高度評價 中俄戰略夥伴關係 處在歷史最高水平 美國試圖拉攏俄羅斯 集中精力對付中國 戰略意圖十分明顯 然而從當前中俄的互動來看 美國試圖離間中俄 是天真 還是戰略誤判 站在新的起點上的中俄關係 未來在軍事 太空等 深層次戰略領域 有沒有進一步合作的空間 今天晚上 全球連線莫斯科直播室 有駐俄羅斯記者盧宇光 上海現場請到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副院長馮玉君 華盛頓現場是 美國克里斯多福紐伯特大學 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孫太一 三方連線關注 中俄領導人的視頻會晤 來看照蘭的追蹤報導 曾經的普京總統 過往前的老朋友 我很高興啊 你舉行視頻會晤 逝逢中俄慕領友好條約 簽署20周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8號 同俄羅斯總統普京 舉行視頻會晤 會後發表聯合聲明 宣佈中俄慕領友好條約延期 還就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的 發展和現狀進行了評估 而作為國際上 兩個負責人的大國 中國領導人還討論了 兩國雙邊和國際熱點問題 六個月 中俄領導人對話三次 每次都是其樂融融 即使俄美峰會 拜登三番兩次 向俄羅斯販賣中國威脅 普京也就不買賬 不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直接表示中國不是威脅 中國發展也不會讓俄方警覺 還稱讚俄中關係 處在歷史最高水平 而中俄領導人這一通視頻電話 外界就猜測是俄羅斯 有意將俄美峰會的細節 講給中國聽 中國也會向俄羅斯表明立場 增進兩國互信 中俄互信情比金尖 美國興奮作浪一刻不停 英國胡家虎威也沒閒著 23號 一艘英國軍艦 駛入克里米亞半島外海 俄羅斯出動海軍開火警告 並驅離 雖然英國政府一再否認 自己的軍艦遭俄軍開火 但隨後幾天 俄方放出一連串開火視頻 證據確鑿地打了英國的臉 挑釁不成反對揍 然而英國還有更尷尬的 就在黑海對峙事件前一天 有民眾在英國一個公交站 撿到了英國國防部 近50頁的機密文件 當中已經提到 是英國蓄役派軍艦 駛入克里米亞水域 並早就預料到 俄軍會有激烈反應 然而堂堂五眼聯盟的情報大國 不用電子加密防護機密文件 竟然用紙張附印 還攜帶外出 最後弄丟了 讓人真是大跌眼鏡 外界就懷疑 這是英國被開火了 丟了面子 國防部有意為之 畢竟這位熱心市民 撿到機密文件 沒給警察局 反而給了媒體 整件事就是一個大喜的離譜 而隨後 英國防部只能在推特上 不疼不癢的解釋 有職員之前已經通報遺事文件 現階段不做進一步回應 而俄外交部也發帖嘲諷說 英國的特工如007 已經變得不一樣 英方正面對迷一般的問題 因為有公交車站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俄羅斯黑客 國防機密泄漏 英國偷擊不成18米 中俄領導人視頻會晤 透露出怎樣的信號 美國離間中俄 是否存在戰略誤判 中俄領導人 舉行視頻會晤 傳遞出怎樣的一個信號 怎麼看中美俄 三方的一個關係 以及未來的走向 今天請出各方嘉賓和記者 做深入分析 首先連線的是莫斯科記者 雨光 雨光同樣是大國領導人會晤 我們看到和美俄領導人之間 會晤的這種處處尷尬相比 今天的中俄元首視頻會晤 顯得是非常的順利 而且成果豐碩 那俄羅斯方面 對於這次視頻會晤的一個意義 還有成果有怎樣的評價 有關習近平與普京視頻會晤的 信息在昨天俄羅斯克里姆林公 就已經走出來了 而且將普京與習近平會晤的 線上會晤的主要的內容 也披露給媒體 今天我們關注到俄羅斯外交部長 拉夫羅夫的一個講話 拉夫羅夫就表示 他說目前在西方打壓 俄羅斯和中國的這種態勢下 北京被過多的指責 由於激進的推進其經濟利益 一帶一路的項目 其提升軍事和技術的實力 而莫斯科則被西方指責為 在一系列的地區所採取的 這種侵略性的政策 拉夫羅夫強調 西方和美國的這種關係 來促使俄中加強自己的 這種緊密的協作 拉夫羅夫還表示 西方在與競爭對手建立關係方面 他的做法是相當的虛偽 西方的主要的熱情 仍然集中在非民主國家的 這種內部體制 以及根據自身模式 對其進行改造的這種決心上 拉夫羅夫認為 華盛頓和布魯塞爾 所提攤的這種民主的意願 歐美由此對俄羅斯和中國 以及其他國家在人權公民社會 反對派媒體國家機構的運作 以及政府部門之間的協作方面 都提出了應當遵循 西方的這種民主的配方 拉夫羅夫還強調呢 西方以植入其所謂的民主為名 宣稱主權干涉他國的內政 一旦俄羅斯和中國提出異議 那麼討論國際關係的 民主化的任務的時候呢 西方和美國就會缺席 而我個人認為 對拉夫羅夫這番講話 基本上對包括俄中兩國元首 今天的這種對話 特別是兩國在國際熱點問題上 以及兩國在戰略協作的 這種協同上加強自己的密切的協作 而且習主席今天也表示了 就是說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對俄中木裏運號關係 再延長五年 而且呢 雙方對目前的俄中的這種合作 都給予了相當高的這種評價 我們還關注到 我們採訪了遠東研究所 比特洛夫斯基這個研究員 他認為目前俄中的這種關係 邊界問題已經解決 而且呢 至於在民間所流傳的 有些遵循這種歷史的地圖 或者是歷史的這種事件 然後呢 來干涉兩國的這種協作 和發展的前景 這完全已經不適應 兩國目前的這種 戰略夥伴關係的這種現狀 而且呢 這種提法 或者是民族的 激進主義的這種表現呢 都是站不住腳的 而且不會被兩國主流社會 所接納 楊叔 好 謝謝雨光 好 雨光 這次峰會的一個成果 在上海現場為你請到 史俄羅斯問題專家 鳳玉京先生 冯教授怎麼看 《布林郎條約》 延期在當下的這個 國際形勢背景下 它有怎樣特殊的一個意義 另外這次視頻會晤的一個時間點 就是美額峰會落幕 以及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周年慶祝之前 你怎麼看 這樣的一個特殊對外傳遞出 怎樣的一個信號 好的 楊叔 我們都知道 《中俄慕倫義友好合作條約》 是在總結了中蘇70多年歷史 包括中俄400多年歷史的基礎之上 那麼形成了一個中俄關係的 一個基礎性 戰略性 框架性的文件 那麼在簽約20多年以來 20年以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條約 可以說是真正地反映了 中俄兩國關係發展的 它的本質 它的實質 同時也深刻地汲取了 中俄關係史上的經驗 包括教訓 那麼在《中俄慕倫義友好合作條約》 當中所規定的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那麼世代友好 永不為敵 不結盟 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 非意識形態化 這些根本性的原則 可以說是真正地符合 中俄兩國的關係發展的 它的水平 那麼也為中俄關係未來的發展 指明了一條抗樁大道 指明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可以說如果我們遵守 條約所規定的這些根本性的原則 中俄關係就可以健康平穩 可持續地發展 如果我們背離了這些原則 中俄關係可能就會出現一些波折 甚至不排除出現中蘇關係歷史上 曾經秘如兄弟 親如兄弟 之後又反目成仇的這種負責 那麼在中俄關係發展 改變了20年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條約 仍然是具有非常強大的生命力的 那麼條約的這次的續約 也表明中俄雙方仍然決心 沿著條約所規定的這個原則 繼續發展兩國的友好關係 那麼在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百周年的喜慶的日子 即將到來的時候 那麼中俄兩國通過虛約的這種方式 其實也是對中共成立一百周年的 一個慶賀 那麼也體現了中俄兩國關係的高水平 那麼至於外界所解讀的 那麼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特別是在美俄峰會之後 中俄做出這個舉措 是不是有向外界傳達什麼 特殊信號的這個含義 我覺得是過分解讀了 因為條約裡邊非常清楚地規定 中俄兩國的關係 它的動力是內生性的 是不針對任何第三方的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 對這個活動做出過度的解讀 我覺得也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好 但不論如何 美國對於中俄之間越走越近 是體現出一定的焦慮 來在華盛頓現場為你請到 是美國問題專家孫太一 我們知道拜登剛剛結束 歐洲行試圖拉攏歐洲盟友 包括俄羅斯 然後離間中俄關係 這是全天下都知道的 一個公開的秘密 那之前我記得拜登政府官員 他對中俄關係的一個評價 是他們覺得 在他們眼中的中俄關係 似乎是更多的是權益性質 並不是一個戰略性的協作 所以才有被離間的空間 然而從今天 還有最近中俄一系列的互動來看 他們是不是應該要改變 這樣的看法了 正是遭到西方的打壓 中俄之間似乎走得越來越近 美國方面是如何評估 中俄之間的關係 好的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 美國國內的新聞週期 現在還聚焦在其內部事務上 一邊是邁阿密的住宅大樓 塌了 救援工作還在進行 另一邊是拜登的基建法案 才獲得兩黨議員的初步共識 就險些因為拜登的對外表態 而被打壓 那麼拜登政府也同時被深深捲入 在美墨邊境的移民議題之中 那麼至於中俄議題呢 美方觀察人士當前都在揣測 普京會不會訪華 什麼時候會訪華 而中俄關係呢 美國政策卻當前也有反思 認為不應該再用冷戰年代 將中俄離間的思維 來處理當前的中美俄關係了 一來他們不認為能有效地讓中俄保持距離 二來呢 即使中俄有距離 美國也獲得不了什麼 我們如果做一個思維實驗 假如美國不存在 那麼中俄反倒可能會為了爭奪 一帶一路倡議沿線 尤其是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的 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而發生摩擦 但現在主要矛盾變成了抵禦來自美國的壓力 中俄之間的問題變成了次要的矛盾 美國聯合企沒有對中俄施加的壓力越大 中俄之間就更有可能 從權益性質的合作升級到戰略性質的合作 好的 那至於中俄之間的合作 到底好在哪方面 我們看到美國和包括俄羅斯和中國 都認為現在是中俄關係歷史上 最好 最高的一個水平 那如何在深層次戰略領域 比如說軍事 太空 做哪些體現 來 莫斯科記者余光 今天我們看到記者報道說 中俄即將於7月份在中國寧夏 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有關這個軍事演習 俄羅斯方面有什麼最新的一個消息 會有多大的規模 怎樣的一個人員裝備和部署呢 上個星期一俄羅斯遠東軍區 就東部軍區已經接待了 中國西部軍區的一個關於西部 互動 2021軍事演習的這麼一個軍事訪問團 那麼這個訪問團來到俄羅斯境內 在哈布羅斯克 與俄羅斯東部軍區的相關的 這種倒條部呢 進行一個對接 主要是安排俄羅斯一個加強 摩布營300多人 然後呢 包括戰術航空兵 包括直升機突擊部隊 進入中國境內 是陸軍部隊呢 主要是通過鐵路的投送 空軍部隊主要是空中的進行投送 保障這些部隊 能夠帶彈進入到中國的境內 然後進入到寧夏地區 進行戰略性的演習 那麼這個戰略性演習呢 人數要超過一萬人以上 這是相當規模相當大的 所有的我們目前掌握的一些信息呢 主要是演繹軍 或者是集團軍以上的 這種部隊的集結 以及展開 還有進行攻擊等戰術的科目 那麼這次演習呢 和以往有相當大的不同 過去呢 我們演習都可以看到 在中國演習的時候呢 俄軍部隊和中方的 這種聯合行動呢 都是分一個戰場 但是這次分兩個戰場 就是說 包括 從星期六開始 俄軍現在已經進入到中國 現在可能都到寧夏了 星期六開始進行 鐵路的輸送 然後呢 實際上這個演習 就已經標誌的開始 俄羅斯方面軍事專家表示呢 此次俄軍進入到寧夏 這次西部互動 2021的軍事演習呢 主要是配合中方的部隊 雙方在去年 2020高加索的演習中 我們和俄方的這種 協同 或者是協作 事先都沒有進行過演練 同時隨機下達的命令 然後檢驗雙方部隊的 這種協調性 協作性 以及合成作戰的 這種 最後的這種能力 所以呢 此次軍演 這也是 標誌著兩國軍隊的 進一步的 這種協作 我參加了這個 2007年開始參加 俄中兩國的軍事演習 那個時候 雙方軍隊的演習 出生都要砸到三個月 或者是六個月 然後呢 逐漸逐漸 到目前為止 根本就不需要協商 然後就展開協同合作戰 原說 好 看來雙方的這個 協同能力 還有協調能力 和過去相比是大大提升 美國方面怎麼看呢 來 華盛頓太一 我們看到中俄之間的合作 已經不僅是經濟領域 政治領域 更加深層次的 一些戰略互信領域 包括軍事 還有像太空 我們看到俄羅斯方面 表示不排除 未來會送 宇航員到中國的空間站 去工作 我想問的是 美國對於中俄之間 它到底合作到 哪個程度 會感到最擔心 我覺得美國其實 並不一定會特別擔心 中俄合作本身 而是會擔心 正在於中國在高科技層面 激烈競爭的同時 俄羅斯不斷通過 干擾美國的選舉 在互聯網上 引導美國偏右翼選民的態度 黑客攻擊基礎設施網絡等方式 從背後去襲擊美國 讓美國父輩受敵 而與此同時 歐洲國家 為了維持和中國的經貿關係 以及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 袖手旁觀 這可能是美國最擔心的局面 那最後一分鐘 能不能說一下 就是剛剛結束的美俄峰會 美國方面怎麼評估 它有沒有達到 就是穩定了俄羅斯 這個關係的這樣一個預期呢 本來各方都以為 普拜會之後俄美關係 在短期會處於穩定狀態 哪怕是低水平的穩定 誰料到拜登方面不講武德 剛回到美國就著手籌劃 針對俄羅斯的新一輪的制裁 回到美國的俄羅斯大使 安東諾夫還沒站穩 就被絆了一腳 這更讓俄方有了 與中國緊密合作 互通有無的動機 這也是為什麼 安東諾夫一赴任 就像包括剛發表完 詞別性的崔天凱大使等 中方駐美人員介紹了 俄美首腦峰會的情況 那麼美國的國內 本來認為俄美峰會 大大好於預期 因為這個預期本身就非常低 但是現在又出現了一波三折的情況 確實是 好 去一下廣告 下集我們來談一談 在中美對抗的這個大背景下 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 也時時去緊張 回來聊一聊黑海對峙事件 一會見 好 我們來關注俄羅斯和英國 軍艦在黑海對峙事件 畢竟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 是一緊張之際 俄羅斯首次承認 向英國的軍艦發射實彈 令得外界非常擔心 是這種會有軍事衝突的風險 來 在上海的馮允軍教授 你怎麼看 俄羅斯承認是實彈驅逐英國軍艦 而且英國國防部有一個 號稱50頁的吉米文件曝光 說是刻意讓軍艦進入黑海 俄羅斯認為這是一種挑釁 所以實彈驅逐 外界就擔心 因為現在這個大環境非常的敏感 稍有不慎 有可能就會緊張局勢升級 你怎麼看這個事件 我們都知道 這次英國的驅逐艦 到這個克里米亞附近的海域 它去自由航行 它就是要故意地向國際社會展示 儘管俄羅斯吞併了克里米亞 但是英國包括北約的其他的盟國 都是不承認 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合法領土 他們是在通過用這種方式 向國際社會 包括向俄羅斯展示 支持烏克蘭對於克里米亞的領土主張 那麼我們都知道最近一個階段 烏克蘭和北約盟國的海上威風 2021的軍事演習 正在黑海緊鑼密鼓的籌備 馬上就要進行 那麼這是在普拜會之後 很多的媒體在渲染 拜登把烏克蘭出賣掉之後 那麼其實西方對烏克蘭 展示支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行動 至於說到這個 施密的這個英國國防部的這個文件 我覺得是非常的蹊跷 那麼這麼重要的文件 怎麼會隨手丟在這個公交車站 是一個非常引人匪夷所思的 這麼一個事件 那麼在俄羅斯與西方關係 進一步緊張的情況之下 我們覺得這個黑海地區的安全 未來的局勢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你比如說現在土耳其正在計劃 而且今天已經開工 修建伊斯坎布爾的運河 要把黑海和這個馬爾馬拉海 連接起來 那麼這就意味著黑海 同往地中海的這個渠道 除了原來的波斯布魯斯海峽 和達達尼爾海峽之外 就會有一條人工的運河 而1936年的蒙特勒的公約 是規定了外國軍艦 進入黑海的這個條件的 如果新的這條運河 順利的開鑿並且運營 那麼未來北約的軍艦 可能會不受蒙特勒公約的限制 更加方便地進出黑海 這是俄羅斯非常擔憂的事情 那麼所以說儘管普敗會 那麼讓俄美關係的下滑的趨勢 踩了腳刹車 但是整個歐洲和俄羅斯的關係 仍然處於一個緊張的狀態 包括馬克龍和默克爾前不久提出的 恢復俄羅斯與歐盟領導人 會談的這個倡議 在這個歐盟的峰會上 受到了很多的歐洲國家的 強烈的反對並且流產 所以說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 還會持續一個冷化的狀態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各方嘉賓和記者 就中美俄三方關係做的精彩分析 也謝謝您收看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